什么都是首届的,我说航鞋首届的,你知道吗,这个 都是首届的,我那里的话,就是我那筷子的 工旁,首届的,成立工旁 航鞋都是第一届的,当时就拿奖 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一地方,我预赛十八十九 决赛,决赛一个亚军,一个十八十 这两个是冠军,决赛冠军 决赛冠冠军 这就是决赛冠军,这是八百公里冠军 特儿子也是八百冠军 完了,我说这就是,这就是配的 他儿子配他出的这些亚军 近期,特别软,没人喜欢 没人喜欢,我就飞了,飞了一道完毛 来年就飞了亚军 完了,先飞了这个,先飞了这个预赛 不是那什么,这个三打二十四名下小友 完了,就赶上那个剧桌布七百大奖赛 飞了这个 对对,那现在怎么看 对,就说这东西都摆着了 有的都没了,你跟人说也没力 这奖状我可多了,那里好些卷子呢 好些卷子 那可不是,你没人摆,谁摆他干嘛呀 奖状是特别多,摆不下 奖状比杯多,有时候 因为你家这摆杯赛啊,他有杯,有的没有摆杯 你家那几个没带牌的 那几个没带牌的七个,那都是千公里的 他都懒得给我挖上贴了 你领回去,你自己贴去吧 嗯 知道吧 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啊 都是有根有据的 哎,不是说好像我夸我自己了 不是说我这人光是钱 我对着钱就这么回事 我打这个96什么 16年,我才知道这钱是好东西 那会儿真危机的时候 我真丑,到那时候我才知道 哎呦,才真的,哎呦,这么多年了 开过房子玩,玩过优势 都没拿钱挡回家 哎,这96年我拿了钱 我才发现这钱真那么是好东西 没钱是真作别 96年啊 不是,16年以后 是16年以后 就16年我才感觉啊 哎呦,我那年它真危机 哎呦,我说这钱真是这么好的 我才发现这钱是好东西 就别提我那会儿有多危难 危难可得了 这也是,我那意思 我说我鸽子啊 我并不是说就认钱 我送出的鸽子 比我卖出的鸽子不少 买我鸽子 咱说我不敢超数 超数也得有200人了 但我送出鸽子 也得送出百十多只去了 咱就说有一个 这个哪儿的 这个融成的啊 我在网上看见的 它是双的啊 双腿也不知道是麻痹 是车祸 反正他好像他说是车祸 双腿架着双拐 玩鸽子 结果他养点鸽子 让那个什么 让那个小兔给偷了去了 他在网上一说 完了他那村里有几个朋友 帮他盖的鸽子 我都会感谢人家几个朋友 在网上我看见的 我马上我就找他电话 我就跟他联系 我说我送你点 人他本人刚开始不相信 我说我是北京的什么什么 我说我送点鸽子 人家根本就刚开始不相信 你以为我给他拿着打炒 我说我说了算 绝对不会蒙你 知道吗 完了头一次 他是来了三个朋友 完了我送了他六个 我两个朋友 一人送了他两个 这爱残 那么残的人 人家不是爱玩鸽子 咱跟人要钱 一分子我都没跟他要 完了以后 第二次我亲自 他坐长途几车 人长途几车司机 就让他们村接着他 到了这个牧区 长途几车站 我说你甭下车 再跟着反过去 我开了残忌之后 给他送一个鸽子 那回又送了七个鸽子 一共给他送两次 完了最后一趟 我是 我给他交了四只鸽子 工朋友 我给他交了四只鸽子 我交了一组 结果他呢 就老俩归潮班 没拿出奖 我那有俩得奖的 我打家庭的 我就把他那俩 也给打家庭的 结果他那俩 一个飞了八名 一个飞了好像一百多名 我那又有俩得奖了 我把这 又拿回来六只鸽子 我全都给送他们家去了 一分都没有 都给了 但是有一八名得奖的时候 薛哥不行 那我太不是人了 我最后我又得着奖了 又得着奖金了 我得把你那参赛费给你 我说不要不要 他费要给我 我说真的不要 其实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其实这玩意 原来你可以对证 你可以找人家 当时他在我群里 他也能看见 他也能看见 我跟你说 不是说他光是你钱 就今儿去那几个 好几个 我都是白送从你哥哥了 因为有的 这家说 本来正的就少 又拉家戴口了 你喜欢我哥了 是好事 是吧 愿意给小铃人给小 不愿意给小铃人拿走 我给出那哥哥蛋 你就都没数了 苹果一孩子 也苹果一孩子 我都不想说人名 苹果一孩子 毛病说 你说我到最后了 什么程度 我给他那哥子 我在这个 节信公棚吧 一个得奖子 一个龟钞哥 人家那时候 也飞了个111名 跟我换过这龟钞哥 我不换 我也拿过来 追到这个拍卖外 后来还跟我换来 说你家你不拿一货去 我换你龟钞味都不行 我不换 我说我不穿哥子 我说对不起 他说你这人真有点死的样 我说不是死的样 我说我不穿哥子 我换你一个110名 有什么用 我拿回来 第二天我就送给苹果这孩子了 一分没药 我就送给他了 就我既然说这话 咱就说大师吧 人家当时喜欢鸽子 苹果来一趟不容易 人家又有小孩 我送了他连老鸽子 小鸽子 连鸽子 我跟他说 最少不下20个 就这龙城这个 我家一块屋 得够30个 不是说光都是为了钱 还有这个 聪明的一个龙眼人 也有情怀 我觉得你 不是 还要 为了玩歌人 歌有的这个情意 这哪 回龙岸这边一个龙眼人 特别喜欢我哥子 他老家再买我哥 我都不好意思要他一下 就不要 我给了他好几回 所以我肯定好几回大远 我给过他哥子 哥子养了第一岁 就来杠我了 跟我妈说 哥子 他就这么比我 给我都快 费了个第三名 哎呦他养了没拿过奖 就是给我 他给血啊 他哑巴 他给血 跟我妈高兴的 我妈他杠 他拿了个第三名 什么大的 哎 所以得 你说我 你说那么残疾人 我跟人要什么钱 他还给我拿出 他那个证来 他一约六千多 他说有钱 我不是那事 对不对 玩 高兴玩就行了 就是后来这天 娶了一媳妇 不让养了 嗯 他讲 完了有一只鸽子 你这些 我们困难干扰的 这种支持和情怀 我给他一公 你知道吗 我给他 我家里飞着公 借他 就等于给他的 好了 他完了 他们那个 开门了 给我打过去 我把电话来 说您是薛哥吗 他写的 他说 他在这哭呢 我说哭什么 他说跑了一只 您的鸽子 特好的鸽子 我说你 别让他 别让他哭了 我让他来 来我这 结果他来 那鸽子回来了 哎呦 高兴的 可别 说这高兴的 我给他配了一个 拿走了 所以 韩基人 你说 对不对 能支持 咱就支持 任何不需要 我不散 我都不需要 嗯 这散赛啊 散赛 你不调理不行 咱实话实说 散赛 因为你不调理 都不调理 你不调理 你肯定跟不上 团 你再好的鸽子 你不调理也不行 他那玩意 咱就说 那东西 他肌肉 真是确实 我虽然没猫 我那鸽子 但是一看 那鸽子 就是发达 就是好 你看我那个 跟小笋劲似的 大毛的 道的 就不一样 你看人家 人家说 每年到秋天 那个幼哥 你看什么来着 给人 传打 你看 到嘴边 说不上来了 闭光 对对闭光 到嘴边 人家都闭光 我说什么叫闭光 我都不懂 这话是 但是你说 幼哥不闭光 不行 做条 是吧 把边条 体验多少天 就给搅了 完到多少天 就给拔了 好像长出边条了 对对我来说 我一听这些 我都听着可笑 可是讲 你不是人不行 就这闭光 完了 我一听 那么这闭光 什么开灯 给哥哥 都得蒙上 是吧 这叫闭光 那闭上 就是白天 就是感觉 也在黑暗的屋子里 对啊 所以说 刚才我不知道 怎么回事 闭光门 我说 我说打住 我说我 我本身就让哥 我挡上够黑的 我再给挡上这个 从来没做过 就是你看 到这闭光 交了半天 才给人们想起来 但是你伞子打 你不做这些 就不行了 你就拿不着奖 就你拿着 就是你做了这些 小门小户的 你也就老爷入围 高明色 也轮过到你 大户一交 百十多日 七八十日 百二来日 一得奖 你看人一得奖 一片 一二三 都不是七八十日 小户 你就老爷入围 就不错 所以我就用这个 九十几年 我不赛了